hello大家好 我是沙欢 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 Devote的Sender 我买的是dcw210这个型号 我是买的不带电池的 所以它里面只有一个Sender 和它的集成袋 像电池以及沙盘 都是需要自己重新购买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测评一下 它Sender的使用情况 这个沙纸是我在Home Depot买的 然后我这个里面有三个80的 两个150的和两个220的 今天我们用它80的 然后来测一下 把木板上的漆打下来 看着它的效果怎么样 先把这个砂纸和电池装上 砂纸的背面是油血 它的粗细程度的 这个80的就是用于打这种 木板上的漆之类的 Sender底下会有一些这种小孔 它是用来集成的 它会把尘土吸到集成袋里 而这个沙纸上的也是有这些小孔 所以在把上面粘的时候 尽量让它的小孔能够对上 这样这个沙盘和电池就装好了 这一款是可以调节速度的 这上面一共有7个档 从1档一直到7档 接下来我们用它来打一打 这个板上面的7 为了看它集成的效果 我会在下面垫上另外一个板 然后看一看它会把多少尘土吸进去 我先用1档最小的档来打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我再慢慢的调节 可以对比一下这两边 然后打的还是挺平的 而且尘土大部分吸上去 大家可以看下面并没有太多的7落下来 我们把另外一边也打完 然后看一看 几尘袋里会收集多少这个灰尘 因为我这个板没有固定在任何的地方 所以它有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不是很好打下来 不过整体来说打的还是挺干净的 而且效率还挺高的 就是挺快的 我们把它这个集成袋打开 看看它一共有多少灰尘在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灰尘还是挺多的 我在打的时候可以感受到 它吸尘的这个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整体来说 使用了一次之后 感觉非常的满意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希望对你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